在你的生命里是否这样一个人,你们许久没有联系,但TA依然住在你心里,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,即使有时想念还是汹汹,你却始终没去联系,有些人注定要消失在你的生活里,有些故事,冥冥之中结局早已写定,你的不联系,便是分开后最好的珍惜。 命运让我在错的时间遇到了想陪伴一生的你,曾经不顾一切地爱过你,即使我们没能走在一起,我也不认你,命令有时终需要,命令无时莫强求,不会放手,给你自由,我不会抱着你,你曾是我生命里重要的一部分,从今以后,我也不会再联系你,这是我所能做的,也是我珍惜你的方式, 有时候,放下一个人比喜欢一个人更需要勇气,因为你们相伴走过那么长的路,双方都曾到过彼此的灵魂深处,珍惜爱过的人,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,不联系不代表不想念,不联系不代表,已经忘记,人生中,最难忘的,是入侵人,有些人,等不来,只能转身离开,有些情,守不到,只能魂类割舍, 爱的方式,多种都样,谁能说放手不是一种爱,有人说,爱情是一瞬间的事,但他们错了,爱情一旦发生,就永远不会消失,相爱的人不一定就要在一起,相濡以沫,不如相邦于江湖,是望着你,不是望见你,不会用我的余生望着你,答应我,要好好的,原来,放手也是一种祝福,转身也是一种深爱,转身放手, 不再联系,是你对TA的珍惜,珍惜TA曾带给你的欢声笑语,即使你们没有走到最后,至少没有辜负了这场相逢,那些忧伤甜蜜的往事,就放在心底,不再提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